南韓演員韓潮溪之前呢 因為被人目睹到 他跟這個演員柳俊烈兩個人呢 是在夏威夷約會嘛 所以呢當時韓潮溪他是選擇公開怨愛了 對 不過呢由於南方在去年11月的時候 才宣布跟他的前女友惠莉分手 因此就引發網路質疑說 他是不是換成了戀愛 甚至懷疑他有劈腿 那當時呢韓潮溪是發文回籍惠莉之後呢 就遭到大眾批評 認為他是對號入座 言行不當 韓潮溪隨即在他的部落格來盜竊 不過17號的時候就被發現了 韓潮溪又默默的把他的部落格 跟Instagram轉為非公開 韓潮溪疑是因為承受不住 連日以來的輿論轟炸 在17號先是將部落格的文章 全數設為非公開 並變更部落格標題與暱稱之後 又把IG轉為私密帳號 而目前點進韓潮溪的部落格 已經看不到任何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韓潮溪的IG帳號追蹤人數 從他認愛以及公開狙擊會議力之後 一路下跌 從1784萬降到了目前1773萬 整整喪失了11萬的粉絲數 至於柳俊烈方面 則是透過公司發出聲明 澄清沒有劈腿之後 他就再也沒有發聲了 而柳俊瑞本人則是從頭到尾 都沒有親自給出說法 回顧整起風波 韓潮溪在被爆料陷入熱戀之後呢 他當時是在16號的早上 透過部落格發出了四點聲明 除了認愛柳俊烈 並且還原時間軸 他就強調了在得知柳俊烈是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要跟惠莉分手的 而他們兩個人則是在今年年初才正式交往 對於自己前一天所PO出來的 回嗆惠莉的IG現實動態 他也道歉說自己暫時失去理智才犯了錯誤 南韓女星韓韶喜十五日被爆出熱戀演員柳俊烈 兩人還在夏威夷被募集約會 消息震驚外界 曾與柳俊烈交往七年的惠莉爆氣發文真有趣 遭韓韶喜發現動反擊 我也覺得真有趣 對此韓韶喜十六日發文向惠莉道歉 並認愛和柳俊烈2024年初開始交往 韓韶喜早在blog發出四點聲明 希望藉由文章 儘可能讓珍惜他的粉絲所受到的傷害減到最低 首先 我們確實擁有著良好的感情並持續交往 但希望你們能排除換成戀愛這個詞 對於網路上傳言韓韶喜在惠莉和柳俊烈剛分手 就跑去看男友展覽 被外界認為是無縫接軌 他則解釋是在一次攝影師朋友舉辦的展覽中認識男方 當時聽說將要一同出演新作品 才特意去打個照面 並還原時間軸 強調柳俊與惠莉是在2023年初分手 兩人則是在2024年初正式交往 否認小三傳言 對於在IG諷刺惠莉的行為 韓韶喜表示非常道歉 由於看到各種無縫接軌的謠言 讓他失去理智 我要向惠莉及大家道歉 沒有更加明智的處理這件事 讓情感凌駕於理性 無論如何 我都認錯 他也承諾會學習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 以更成熟的面貌回來再次向粉絲致歉 一直沒有發生的柳俊烈 則是透過經濟公司認愛 表示年初與女友互友好感 最近才確認了交往意願 至於兩人在夏威夷被拍到出 由照柳俊烈公司強硬反擊 我們因為優先尊重一人隱私 導致出現不必要的誤會 認為該行為是嚴重輕侵犯了演員的人格權 並表示未來外界若要求證明演員私生活 將不做任何回應 不過對於韓少喜神隱一天 讓女方獨自承受輿論與炮火的行為 讓許多網友不買單 紛紛指責她沒擔當遭外界抨擊 柳俊烈和韓少喜的戀情 在15日曝光之後 引起了各大社群平台的熱烈討論 而韓梅滴社在今天爆出了 他們認愛之後的隔天 在夏威夷約會 兩個人的臉色都十分的凝重 而且女方從頭到尾都只看著手機 韓梅今天發出了多張柳俊烈 以及韓少喜走在夏威夷街頭的狗仔照 並指出時間點就是在他們認愛的隔一天 兩個人的臉色都十分凝重 不論是走在路上或是在餐廳 也都沒有什麼互動 女方更是直盯著手機 柳俊烈17日獨自回到南韓時 步伐看起來也是相當的沉重 接著轉換焦點帶您看到的是 香港一名選秀歌手魏念恩 她去年參加了選秀節目時 她的女友傑西墜樓輕生 隨後就被踢爆她向女方借錢 甚至是逼人刪IG交網照 種種的負面消息讓她選擇退出了決賽 而近期她又被爆出新戀情 再度受到了輿論的質疑 也讓她無預警刪光了IG所有的貼文 以及照片 發出限動說在界世界企圖想要親身 而18日凌晨她被警方尋獲之後 就送醫了 根據香港媒體報導 魏念恩突然刪光了所有發文 限動寫下好多感覺釋放不了 對不起所有事再見世界 而家屬得知之後 在凌晨2點火速報警 警方以及消防人員先後前往 油麻地避風塘 以及深井海運台對開海面 一帶進行了搜查 經過搜查之後 在海運台對開海邊 找到了魏念恩 索性人並沒有受傷 不過警銷仍將她送醫 接著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新北市共僚區的這個三十四歲 簡姓男子 在二月二十九號的時候 偷了一台貨車撞死了 巡路員劉冠群 而劉冠群的告別式是在今天 在基隆殯儀館舉行 他的爸爸是忍痛送愛子最後一程 那劉爸就表示說 其實他本來是願意接受這個 簡姓男子的媽媽的賠償的 不過後來呢改變心意 希望這個節目把保險金給留著 因為他的日子也不好過 劉冠群的爸爸就說 希望大家一起明天好好過日子 之前他有說 那個 他願意 他的保險金 都願意拿來賠償給我們 好 我們 我們中間商量是 有說表示接受 但是 最後我們還是改變心意 因為我覺得他生活也是不好過 而且 而且我們自己也有冠情的保險 什麼的 所以 還是請他說他自己 兒子的保險金 還是留著給他自己用 不用給我們 這樣子 他母親聽到之後 時一時牽著我 哭 我們也是告訴他 我們自己也要堅強 我們也要堅強 大家 一起 每天他過日子 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選擇 也是選擇原諒對方 喔 這個 沒有原諒 因為我一直說 兒子犯罪跟母親沒有關係 所以 要 原諒的 應該是他 兒子 但他兒子已經走了 人 人死不記仇嘛 既然已經走了 就沒有什麼 一年一度的白沙豚拱天宮媽祖的徒步 競鄉活動 今年呢 為期是九天八夜 從昨天晚上開始展開了 而且今年報名的人數來到了 十七萬九千九百七十一人 再創下歷史新高 那在昨天凌晨零點的時候呢 大批的信徒是公營媽祖出神刊 登校之後起駕 現場人山人海的畫面也隨之曝光了 數以千計的人潮舉起了這個手機拍攝 亮起登海 畫面相當震撼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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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豚拱天宮媽祖 粉紅超跑 接下來將會南下 經過台中彰化 再到雲林北港朝天宮近鄉 徒步跨越四個縣市 往返大約四百公里的路程 預定在二十三號中午之前抵達北港 而副總統 同時也是準總統的賴清德 在十七號晚間八點多也現身拱天宮 參加公營媽祖聖像出神刊的儀式 他說很榮幸自己可以跟大家公送媽祖啟程 除了感謝拱天宮 山邊媽 還有朝天宮等宮廟 多年以來安排淨香事宜 也感謝廣大的信徒踴躍參加 特別是今年一共有十七萬九千九百七十一人報名 不論是順著捏還是道著捏 都是一七九九七一 可以說是神威顯赫 不過徒步跨向的活動才剛剛開始 竟然發生有人亂丟食物的情況 有信徒在上午八點左右 就在臉書社團上面貼文 並附上這張照片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面 地上是有非常多的食物 而且這些食物有些還是那種早餐 燒餅 饅頭 甚至三明治 都是沒有開封過的 他就說在路邊看到有糟蹋食物的嚴重情形 氣憤的直呼實在是太可惡了 而其他網友看到之後也非常的生氣 說那是多少人的心血誠意 就這樣糟蹋 淨圖天文內容寫到 推測丟棄的人應該是開車拿取 不吃才全部丟在地上 可以看到除了零食餅乾 還有好幾個塑膠袋 看起來裝的是三明治 燒餅 饅頭等早餐 一堆食物動都沒有動過 就通通被丟在地上 這一幕看的網友非常氣憤 說不吃就不要拿 浪費了準備的人的心意 還有苦主現身說 一早就在門口掃了一些食物 還有三大袋的垃圾 冷靜子 不可頓